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打了八十个回合不分胜负 关羽虽然武艺高超 可他的剑伤还没有全好 就显得少了一些气力 关羽担心父亲出现什么差错 赶紧名罗收兵 关羽刚想回到营战 忽然从周围传来一阵呐喊声 原来曹仁在凡城听说救兵到了 就率领人马杀出了凡城 他和徐晃会合以后 两只人马就夹击了过来 关羽想回营战已经来不及了 只好率领人马顺着湘江上游跑去了 曹仁和徐晃随后紧紧追赶 关羽急忙渡过湘江 继续逃跑 跑着跑着 探子气喘吁吁的前来报告 将军 荆州确实已经被东吴的吕蒙占领了 您的家眷落到了吕蒙的手里 关羽听了大声一惊 现在 襄阳是去不成了 只好到公安或者南郡去吧 没想到关羽刚要走 又有探子前来报告 将军 公安守将傅士仁和南郡的守将弥方 已经投降了东吴 关羽听到这儿 又气又急呀 窗口泵裂 顿时昏倒在地上 过了半天才苏醒过来 关羽醒过来以后 仔细一问才知道 自己中了吕蒙的计策 他只好一边派马良和一吉 连夜到成都求救 一边带领人马去收复荆州 可是关羽走到半路 忽然一只人马挡住了去路 领头的是东吴大将蒋钦 他大叫一声 弯云长 还不快快投降 关羽二话不说 抡起青龙燕月刀 朝着蒋钦就砍 两个人打了三四个回合 蒋钦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回头就逃跑了 关羽一只追杀了二十多里 忽然 左边山谷里杀出一只人马 领头的是东吴大将韩当 右边山谷里也杀出一只人马 领头的是东吴大将周台 蒋钦也回过头 重新杀了上来 关羽一看不好 急忙下令撤退 谁知道啊 关羽刚刚走出去几里 南山岗上出现了好多当地的老百姓 有的喊哥哥 有的叫弟弟 关羽手下的这些荆州士兵听了 纷纷逃到山上 找自己的亲人去了 这么一来 关羽手下的士兵 只剩下三百多人了 这个时候东吴大将 丁凤和徐胜也杀到了 他们和蒋青会合以后 一下把关羽团团包围了 杀到三更天的时候 幸亏关羽和廖化 率领两路人马冲进包围圈 才把关羽救了出来 关羽对父亲关羽说 父亲 现在军心乱了 我们应该找一个地方驻扎下来 等待援军才行啊 前边有个脉城 地方虽然很小 但还可以驻扎人马 关羽想了想就同意了 没想到关羽他们刚刚进了麦城 东吴的人马就把麦城包围了 关羽赶紧和将领们商量怎么办 赵磊想了想 这里离上庸很近 刘峰和孟达驻守着 可以派人向他们求救 关羽看看大家 那么谁愿意突围去请救兵 廖化立刻站出来 我愿意去 于是廖化在关羽的掩护之下 冲出包围到上庸去了 可是关羽等了好几天 也不见廖化把救兵请来 原来孟达和刘峰说了好多理由 就是不发救兵 这个时候 关羽手下的士兵越来越少 粮食也快吃光了 关羽正在发愁 东吴的谋士诸葛锦来到麦城 对他说 我奉了吴侯孙权的命令 特地来劝说将军 如今荆州失守 一个小小的麦城 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还是请将军 归顺了吴侯孙权吧 这样也可以保全 全家人的性命啊 关羽一听 不由的大怒 麦城被攻破 无非就是一死 你不要再啰嗦 快快走吧 我一定和孙权决一死战 诸葛锦还想说点什么 关羽刷的抽出宝剑 就要杀了他 关羽联盟拦住了他 不 他的弟弟 是我们的军师 看在军师的面子上 就别杀他了 诸葛锦只好满脸通红的走了 诸葛锦回来 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孙权 孙权非常敬佩 哎呀 关羽真是一位忠臣啊 我们下一步 应该怎么办呢 吕蒙想了想 主公 我估计关羽手下的士兵 胜的不多了 他必然会逃走 麦城正北 有一条险峻的小路 他一定会从那里逃走 我们在那里设下埋伏 就会活捉关羽 孙权 立刻让诸然和攀障 各领一只人马 前去埋伏 第二天 开始攻城 再说关羽 看到手下的士兵 越来越少 城里的粮食也没有了 就决心突围出去 他登上城楼一看 发现北门外的东吴人马不多 那里有一条小路 可以一直通到西川 就决定从那儿突围 有人提醒关羽 将军 千万不能走那条小路 万一那里有埋伏怎么办 我们还是走大路吧 关羽却生气的说 就是有埋伏我也不怕 然后 他让周仓留下来把守麦城 他和关平一些将领 带着二百多士兵 杀出了麦城的北门 关羽他们顺着城北的那条 险近小路 大约走出二十多里的时候 突然从山坳里 窜出一只人马 领头的是东吴大将 朱然 关羽长 快快投降吧 关羽 关羽气得挥舞手中的青龙艳月刀 朝着朱然狠狠地砍了下去 朱然跟他打了几个回合 扭头就跑了 关羽一拍战马 随后就追 追着追着 忽然四周杀出大批东吴的人马 关羽不敢再打下去 赶紧掉转码头就跑 跑出四五里 东吴大将攀仗 迎面杀了出来 他和关羽只打了三个回合 假装逃走了 关羽一看形势危急 赶紧顺着山路继续逃跑 当关羽和关羽 逃到一个叫绝食的地方的时候 身边只有十几个士兵了 绝食的两边都是高山 山上长满了芦苇和杂树 这个时候已经是五更天了 忽然两边山上又杀出东吴的伏兵 他们用铁钩和套索 先把关羽的赤兔马一下绊倒 关羽哭咚一下摔倒在地上 被攀仗手下的部将马中捉住了 关羽一看 拼出姓名上前营救 攀仗和朱然赶到围住关羽 最后关羽也被他们捉住了 孙权听说捉住了关羽父子两人 非常高兴 叫人把他们推进大仗 关将军 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和武艺 本来想和你结为友好 可你一直对我不理睬 你自以为天下无敌 为什么还是被我捉住了 你今天难道还不服气吗 关羽大意凛然地说 你是什么东西 我自从和刘皇叔桃源结役 发誓要服保汉朝江山 怎么能和你这样的贼子同流合污 我如今中了你的奸计 不过一死 何必胡言乱语 孙权被关羽骂得满脸通红 只好和大家商量 关羽是天下少有的英雄豪杰 我实在爱惜呀 今天想劝他投降 怎么样 孙权手下一个叫左贤的官员说 祝公啊 想当初曹操对他那么好 他最后还不是过五官斩六将 找到了刘备了吗 今天你不杀了他 恐怕会留下后患呢 孙权听了 过了好半天才说 嗯 你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他就下令把关羽和关平 推出去杀了 那一年 关羽五十八岁 后来周苍在麦城听到这个消息 孙权又派人来劝说他投降 周苍立刻拔出宝剑自杀了 这样麦城也落到了孙权的手里 吕蒙虽然攻占了荆州 为东吴立下了大功 不过他只要一想起关羽是如何威震天下 如何忠勇 被天下英雄豪杰所净服 却被自己设下的计谋害死了 那心就十分不安 不久就忧患而死了 这个时候 有人对孙权说 你杀了关羽 刘备必然调动西川兵力来攻打东吴 东吴就危险了 不如把关羽的人头送给曹操 这样就把杀关羽的责任推到曹操身上了 孙权果然听了他们的话 把关羽的人头用木匣子装好 送给了曹操 感谢观看